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鲁雄弯弯也没想到 开始啊 稀奇的这个军校往山上爬呀 城堂大营不是一点都不知道 他们知道了 同时呢 那探马也及时禀报了这位鲁元帅 鲁雄听过之后啊 只是碾然一笑 轻轻摆了摆手 意思是告诉碳报 我知道了 你退下吧 连连几道碳报来报 那么鲁雄都是这种神态 他这什么意思 鲁雄觉得好笑 笑什么呀 他笑这个稀奇的将子呀 他大夫几个军校爬上山去干什么呀 溃探我大营啊 那就让他溃探嘛 鲁雄心想 不用我去啊 追杀你 你自己把自己啊 就热死在山头了 我靠山进水 砸下营寨 把三军热得灰汗如雨 我在中军宝藏里边都有点坐卧不宁啊 你说你 江丞相你会用兵吗你 啊 派些军校 往山顶上爬 这多么可笑 多么愚笨呢 诶 这可真是一将无谋 累死千军呐 所以鲁雄没拿这当回事 当时啊 在打仗里边的 废荣游魂 喝 是喜不自生 他们俩高兴什么呀 你看 咱这次跟着老帅鲁雄出征 蛮享福的嘛 这天多热呀 鲁老将军不是那求功心切的人 说兵马一道西齐立刻就与西齐交战 而是先在齐山脚下 西兵几日 嘿 咱们这儿啊 守着大山 靠着大树 大仗前有一道小溪 这可真是真山真水 真树木啊 这环境太美了 最好在这儿啊 修伴侣 有什么话再说吧 俩人觉得打仗里凉了块块的 有点呆头 可谁知道 到了午夜三更的时候啊 这个天变了 天阴得很沉 开始飘起雪花来了 有军校报禁大仗 鲁雄差点啊 给这中军官来个嘴巴 怎么回事 胡说什么呀 啊 五方六月 哪能飘雪花啊 那这叫什么气候啊 这中军官不敢说什么 那意思好像是老帅您要不信 您出去看看呢 还没等鲁雄出去 这时啊 刮进来一股冷风 吼 啷 啷 啷 呀 鲁雄和沸重游魂 哪帅啊后都站起来了 怎么回事 好凉爽啊 哎呀呀呀 在这大福天 能有这么一股冷风吹来 那可太舒适了 看来今天晚上 能睡个踏实觉 不至于啊 躺在这竹床上 扇着这扇子 来回烙饼 烙饼干嘛 热的 哎呀太美了 费中游魂啊 不由自主的溜达出大帐来 一看天确实是阴了 哎你还别说 借着灯光龙眼神仔细看 真有点小雪花 哎外边比大帐里头还凉快 话没说完呢 咔咔咔 怎么了 这俩人一人大溜涕粉 不好 要感冒咱们赶快进去吧 这俩人手挽手进来大帐 告诉老帅鲁雄 老将军啊 外边确实是有点小雪花 鲁雄不信 啪一下 一提战袍 他出来了 出了这么一看 嗯 是挺奇怪 这是怎么回事呢 鲁雄刚这么一愣 费中游魂啊 过来啊 劝鲁雄 老将军 您赶快进账 现在风头变了 刚才我们俩出来的时候 那还是东南风 现在您脚出来了没有 怎么变了西北风了 话还没说完 哗啦哗啦的雨下来了 哎呦 雨里边裹着冰袍 一开始那冰袍不是很大 都像那个米粒子似的 也有的地方管的玩意叫米身子 可是一转眼的功夫啊 好吗 大包子下来了 最小的那包子粒啊 比那鸭蛋差不多 咚的一下 削得费中脑袋 当时起一大包 费中游魂拽着鲁雄 就往大帐里边跑 他们刚跑进大帐 这时啊 又变了 不是什么大雨冰雹了 是片片鹅毛 下几雪来了 哎呦喂 一会儿雨一会儿风 一会儿薄子一会儿下雪啊 城堂大营里上至主帅 下至小卒 可全受了罪了 怎么了 他们穿的都是单衣啊 这月份正是穿单衣的月份啊 穿着单衣服都直冒汗 那能穿什么呀 好 这天气骤变 常听说有那么句话 叫瞬息万变 这变得也太快了 哎呦 把这几位给动得在这大帐里头 蹬蹬直蹦啊 老帅鲁雄开始啊 跳着脚还在这中军宝藏里活动活动 后来就活动不了了 只见的这老头站的那地方一劲直哆嗦 中军旗派把衣服脱起来 一件件的往老帅鲁雄身上给裹 鲁雄想客气几句 说不要如此 这几件衣服躺不了什么寒哪 属下一片好心 鲁雄明白 想跟他们客气几句 但是一句也说不出来了 怎么了 嘴都动木了 嘴唇也紫了 脸也动青了 连舌头都动木了 一句话说不出来了 冲着这中军一个劲儿只比伙 那意思让他们呀 找个暖和地方 去忍一会儿 这大营之中哪有暖和地方 摸摸哪儿哪儿 精湿冰凉嘛 费中出了个主意 说元帅那大医生 不是经常铺着一张虎皮吗 最次也得是一张豹皮啊 那显得威武 本来也拿了呀 中军一听 那张皮啊 是老帅坐了嫌热 让给撤了找去 好容易把那皮找来了 弄这豹皮啊 把鲁熊这围起来了 鲁熊往那椅子旁边那盒一围 哎呦这惨相 鲁熊这惨就够可以的 您再瞧这费中游魂 本来这俩家伙呀 体格叫单薄 哎呦生的呀 就是皮包着骨 冻的这俩啊 浑身上下骨头架子鸡着歌之之响 是不是要散架子呀 把这俩都给冻傻了 要按说 这俩应该被老帅鲁熊 筋动呢 怎么这么说呢 因为这俩昭天在皇宫那院 陪伴着骤王天子 那可谓是吃尽穿绝呀 喝的是穷江玉叶 吃的 甭问了 美味真羞啊 一切离不开高蛋白呀 要说这俩人 体格的应当 挺棒 可是呢 不行 怎么回事啊 因为这俩人 算计的有点过度了 他们整天算着 把所有人的钱 最好都算到他们兜里去 感情这一天到晚 总算计人的人 也挺劳神呢 所以他们就吃龙肝凤肝 也长不了标 今儿把这俩给冻的呀 开始啊 还能在这个宝障里头活动活动 后来就不行了 俩人呢 挨着坐着 晒着打逮逮 啊 逮逮逮逮逮逮 怎么这样的 冻的 不知道什么时候了 他们侧耳一听 感情天骄无骨了 费仲偷眼 这么一看啊 借着那微弱的灯光 他看得很清楚 老帅鲁雄啊 也不知道是动的呀 还是真困了 坐着那会儿 打起盹来了 费仲一想 这可是个难得的机会啊 他轻轻拉了一把游魂 俩人一前一后 就从打仗里溜出来 走得没人的地方 游魂问费仲 我说 任任任 啊 任兄 说话怎么这动静 动的呀 那下巴都冻僵了 您这拽着我上哪儿啊 费仲回过头来 狠狠 瞪了游魂一眼 你可真行啊 你 你在那宝藏里 还坐得住 啊 你非等着冻死啊 你瞧这什么天接着 这西齐这地方 这什么地儿啊 一会儿刮风 一会儿下雨 这包子还没住 大雪就下来了 这坐哪儿可哪儿啊 活这么大才也没见过 这种气候啊 那您要干嘛 咱赶快 一人弄匹马 咱走吧 对呀 这句话可给游魂提醒了 俩人就奔马号来 来到了这马 就这么一看呢 嗨 那一匹匹战马呀 动得昏昏直叫啊 那马夫们全哪儿去了 全钻草舵里去了 非中游魂一看这条好啊 他们挑选了两匹坐骑 把这两匹马给拉出来了 嘿哟 这两匹马哟 那马耳朵 马鼻子 马嘴 马眼睛 厚厚的一层白霜啊 动的 俩人划了两幅安颤 骑着马呀 顺大营里出来了 把他们冻糊涂了 哪是东西南北 一概不知道啊 就知道一个劲的马上加鞭 赶快跑 跑了没有多远啊 就听哗哗哗的响声 怎么回事啊 俩人在马上龙眼神这么一瞧 眼前一片白亮亮 坏了 我说 咱怎么跑河里来了 快点逃出去啊 飞中游魂害怕了 让马摊个河这倒算不了什么 马本身是龙杏 把球之水也能过去 但有一样啊 这玩意儿这河是多宽啊 多长啊 一概不知道 这走着走着咔嚓一下 河要动的冰要丰盛 那不就麻烦了吗 把这俩给吓毛了 这赶快吓边啊 还真不错 哎 越走啊 这河水越浅 河水浅呢 路也浅 走着走着俩人一看 坏了 怎么了 这不是个山沟吗 哎呀 游魂有点埋怨哪 我说 任兄啊 你怎么把我给带这儿来 咱们怎么钻在山沟子里边来 这可不行 咱得赶快回去 是啊 非中扬起脸来学吗 他想啊 看看哪有山口 顺山口好出去 这俩在这儿啊 地理是一点也不熟 也不知道这什么地儿 那咱往前汤汤路子再说吧 两山加一沟 他总得有个头啊 哎 咱们从这山沟里汤出去不一样吗 也行 伤伤凉凉走着走着不好 越走啊 这水越深 眼看哪 就要把这两皮座鸡给磨了 这麻有点走不动了 非中告诉游魂 咱俩下去吧 游魂一听什么 这水这么深咱俩下去 下去那不完了吗 那个 你要知道啊 大哥 我不会水呀 俩人正在为难之际 不好 这水啊 流速是越来越慢 不仅流速慢呢 而且水面上出现冰零了 要冻冰 麻烦了 非中话还没等说出来呢 一阵西北风吹过来 这股汤风 把俩人头上的帽子搜 啪 都给刮飞了 非中游魂 缩着脖子抱着脑袋 走也不行 站也不适 回也回不去了 这俩人简直是傻了 真不出他们俩人所料 就这么一眨眼的功夫 山沟子里边这水呀 就冻了冰了 就把这两匹马连这俩大活人 就给冻着在冰里头了 呦 非中游魂伸手这么一摸坏了 从磕起开往下没别的 全是冰啊 非中游魂抱头长叹 喊了一声天呐 不得抬头仰脸才喊天呐吗 仰不起脸了 这风太冷了 吹得脖子受不了 俩人只好抱着头喊 这俩人心思是一样的 哎哟 他们现在可开始浮想连篇了 他们想什么呀 就凭我们兄弟 官拜朝中上大夫 中大夫 费中游魂 那是周王天子的两个宠臣啊 不说在万岁跟前说一不二吧 也是一言九鼎啊 这成汤天下 四百针大诸侯八百针小诸侯 谁见着我等兄弟 不得远避三舍 敬畏即分啊 没想到今天 在奇山这儿 动了冰棍了 这俩是越想越难过呀 正在这时啊 哎 呼听 在这个半山的山腰啊 有人在高唱山歌 嘿 费中游魂这气 这可真是有哭的 有笑的啊 我们两位大夫 啊 随军的参军 动的冰窟窿里 动不了窝 啊 死的心都有 哭都哭不上溜来了 还有人唱山歌 他们一看 在漫山坡 那松林前 有一块卧牛青石 石头上坐着一位老太太 这老太太六十上下的年纪 一看呢 呃 就是一位乡村的老连 那个打扮看得出来 可是慈美善目的 在他身边呢 放着一个挑框 扁灯在那戳着 两个筐啊 并着在那放着 一个筐里头 做仨小孩 前面这筐是三个小男孩 后边这筐三个小女孩 这老太太坐在石头上 哦 是教这几个小孩啊 那唱山歌呢 这几个小孩 没心思学那个歌了 光顾了 看费众游魂了 用那小手指指戳戳 叽叽嘎 一劲直笑 看费众游魂 那个狼狈相啊 可笑 费众这么一瞧 嘿 真有点意思啊 你前人老太太待待那地儿 离着这俩人也不过是直尺之遥 要说远吧 也就是有那么一二十丈远那么个距离 费众游魂这山沟子里 是冰天雪地呀 再看老太太待待那地儿 赤日炎炎 但是老人家在松阴之下 显不出这么热来 你说这怪不怪 费众游魂 抬起手来喊啊 喊什么 喊老妈妈 救救我们两个人 老太太听见了 也不知道跟这几个孩子说了几句什么话 然后老人家 不慌不忙地站起来 几步 就走到这个山沟的沟宴这儿 站在这个大石头上看了看费众游魂 冲他们点了点头 问了他们一句话 说你们两个就是费众游魂吧 嘿 你别看这俩动得这模样 浑身上下体色筛糠 一个劲的上牙打下牙 但是呢 两人心里还美滋滋的 怎么 看来知道我们的人还真不少 居然叫出我们兄弟的名字了 老妈妈 不才正是下滚 哦 你们喊我干什么呀 让我救救你们呢 正是 老太太听到这摇了摇头 我跟你们素不相识 我凭什么解救你们呢 非中游魂一听 哎呀 老妈妈 您救了我们不能白救 我们最少也一人给老妈妈您两块金砖 确实跟城墙砖那么大的金砖 我家里有啊 说到这儿 非中想起来了 我那床底下 大块小块云六块有的是金子 现在他想起来了啊 落水私命得命私财吗 等一掉水里啊 那么抓根稻草呢 也得玩命把他抓住 可等上了岸 只要坐在那儿 就该想起钱包来了 非中游魂就是这路人物 他们俩人一想 一提金砖 老太太能不高兴啊 他们可不知道 这老太太的性格呀 挺特殊 他这么一听什么 哦 我救你们的命 就给我两块金砖啊 八块金砖 我也不稀罕 哎呦 这俩咧了嘴了 这可怎么办呢 游魂一着急呀 集中生智 老妈妈 您看这样行不行 您要能救我们两条命 我们就拜在您的膝下 作为您的义子 就后我们给您养老送终 这句话倒把老太太给说乐了 嗯 你们要这么说吗 还差不多 我不妨啊 就把你们两个给收下 你看 这老太太有点怪癖 怎么 挑着一筐孩子 够多的了 他还收这么俩干儿子 老太太 往后退了两步 把手这么一扬 只听哗啦的这么一声 肺中流魂就觉得呀 身边有几只大手 把他们俩人给拖起来了 哗的一下 把俩人就给拽在这个岸上来了 哎呦 俩人啊 浑身上下湿噜噜噜 袍子竟然还挂着冰铃呢 跪着老太太跟前 咚咚咚 喝了好几个响头啊 然后 也不等老太太说你们平身 这俩就连滚带爬 干嘛呀 这俩想上那太阳地儿那儿啊 暖和暖和 别忘了 要快点 说若起来 沙子腐 菜字顶 poets mieli 吃 寻